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找到也是有六个模块 然后这是只有两个模块 所以对我们家族工作 也带来一个新的挑战 发射成功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商业应用示范 项目影响重 将成为西昌更新发射中心 高资料发展的新的正要增长级 全网络在地上中的旅游 海贼增长远 海贼增长的风景 漂只用那个饭 和城价 然后线用沥丝 上海贼增长的大户 有几天资料 一年这部分 有三年很多 这两年 非常颂端 中国在香港的地点 有三年 美生 获福 对我们发射厂来说 也是第一次执行这种22颗卫星 同时在发射厂的这种情况 我们也是在前期提前考虑到 每颗卫星在发射厂 它所需要的保障条件 保障资源 它所需要的测试项目 测试时间 对场地的一些需求 我们把这些工作统筹起来 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把每一颗卫星每一天的工作 全都进行一个细化 确保卫星能够按时和火箭进行一个对接 直接来一下 就测试adas了 這尾星還算大的 簡單的說一句話 就是拼車房 把很多小尾星給它湊在一塊 來實現這個奔馳容 每年都要準備一型或者兩型火箭 用於這個共享發射 航天這個市場的發展和建設 作為我們國家隊 也要提供我們的能力吧 來實現這個大家共同來繁榮 或者來建設航天講庫 我們在研製之初的時候 就考慮了不帶豬腿器的構型 長八從開始到飛行 研製大概花了三年的時間 這個新構型的時候 應該說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這幾天 700公里SSO的運動能力能達到三噸級 所以說這是一款目前來說 市場上比較急需的一個 主力的中低軌火箭構型 這樣的軌道它運行主要是一些 對地觀測衛星 我們在建設這個新網工程 所以我們以後發射的衛星的數量 會大幅度地增加 這樣的這個對提高發射效率很有意義 最多的一個市場上的衛星 我們在建設的 set 成立大幅度地增加 屬於是最深屬的! 我們會有這一個 的很多專為 那麼多甚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